阿木控變異株席臺 三例境外來自史瓦地尼 英國 美國 四大公投最後黃金洲 藍綠總動員爭取民意支持 江部長王國財 立出臺鐵落實改革 爭取平原地區 留財佳吉 臺尼斷交 少爺美國重任的外委會主席 下個月訪臺 觀眾朋友 您好 歡迎收看十二月十一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立偉 新聞一開始 先來帶您關心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 今天宣布 Omicron正式席臺 一例是昨天境外移入病例 案一六八二九 從史瓦地尼入境 Ct值二十八 而記者會結束後 又再公布新增兩例 Omicron病例 分別是英國 美國境外移入的個案 指揮中心也公布 前中研院研究人員 確診個案案一六八一六 病毒的基因定序 確定感染Delta病毒 並排除社區感染 證實感染源來自實驗室 不排除有交互感染 也進行環境的採檢 發現桌面 門把病毒都是陽性 環境中感染也是有可能的 國內出現首例 Omicron確診個案案一六八二九 是十號公布的境外移入個案 指揮中心將個案的入境國 從南非修正為史瓦地尼 強調十二月八號入境 而隔天九號集中檢疫所驗出陽性 CT值二十八 十一號進行病毒基因定序 確認是Omicron變異株 同班機接觸者十人 居家隔離中 目前初步採檢為陰性 在邊境我們攔阻了Omicron 他一定會到臺灣 有可能有漏網治癒 所以這樣的一個警戒 是不能放鬆的 記者會結束後 指揮中心隨即再公布 新增兩例Omicron病例案一六八零四 是英國境外移入個案CT值二十一點六 匡列十二人採檢為陰性 案一六八一八 則是美國境外移入個案CT值二十六 居隔十人採檢為陰性 而前中研院染疫的女研究人員 案一六八一六 病毒的基因定序結果出爐 經檢測發現與P3實驗室的Delta 變異株相符 與六到九月的本土Delta 病毒株不一樣 初步確認感染源與社區傳播無關 中研院也親自到指揮中心說明 強調該原第二次被實驗署咬傷 當天 實驗室內有三人 分別操作的是武漢病毒株 Alpha與Delta病毒株 當時女研究人員手上操作的是 Alpha株實驗署 不排除是交互感染的可能 那案一六八一六 操作的是Alpha株 攻堵的老鼠 目前我們不排除在P3實驗室內 指揮中心也證實該原曾在淡江大學 進修推廣部修課 同一堂課有十二名同學及一名老師 全數列為居家隔離 已經安排入住集中檢疫所 PCR採檢結果為陰性 指揮官陳志忠強調 目前本土感染個案事件 與前兩天相比 以朝安全方向來發展 年底的大型活動 不會有強制防疫措施 但呼籲民眾借速施打疫苗 確實做好自身的防護 記者黃六 陳信龍 台報道 中研院實驗室離職女員工 曾搭過公車三零六 南二一路線 足跡是橫跨南港細止 中研裡里長一早就廣播 鼓勵民眾利用休假 前往快塞 而在新北醫師系指國泰醫院 也增設了時段協助採檢 不過專家研判 該案員如果不是來自社區的話 理論上疫情是很快就能控制下來 緊鄰中研院的社區里長在周六一早廣播鼓勵居民出面快篩 中研院實驗室離職女員工確診前足跡橫跨南港細止 十號中午中研院和附近民眾各有三百多人前往快篩都是陰性 十一號持續有篩檢車進駐 而在新北市系指國泰也增設時段供民眾篩檢 專家認為這次的案例凸顯實驗室防護SOP必須揪出是在哪個環節 容易出錯進而改進 記者黃燕金秋福臺長龍翔 臺北新北報導 因應中研院離職P3實驗室研究助理確診Delta 臺北市長柯文哲上午前往昆明實驗室視察 他表示北市目前被匡列者 篩檢過後都是陰性 對於個案疑似傳出被職場霸凌 而通報不實 柯文哲表示這不能成為防疫破口的理由 不過現階段應該先不究責 而是全力防堵擴散 到昆明實驗室逐於檢視 檢體檢驗流程 北市中央院離職研究助理確診 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匡列人數會隨著疫調增加 儘管北市六成民眾達滿兩劑疫苗 但是個案足跡廣 北市還是防堵萬一 據傳出個案被霸凌 因此通報流程出問題 柯文哲認為這是兩回事 柯文哲表示 現階段應該盤點全臺有處理新冠肺炎病毒的實驗室 要求每個實驗室的負責人再把SOP檢視一遍 以臺北市為例就有八個 針對這次確診個案 住在新北市 目前轄區內匡列九十七人 篩檢都是陰性 如於新北歡樂夜誕城重頭戲 巨星夜誕演唱會十一號 十二號開場 胡友宜表示 目前PCR採檢界陰性疫情 疫情穩定 演唱會佔不降載或防疫加嚴 但是呼籲民眾全程佩戴口罩 記者報導 四大公投 最後黃金州 民進黨黨公職大咖聚集臺中 舉行大型的說明會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及桃園市長鄭文燦都來到現場尋求民意的支持 希望民眾投下四個不同意 民進黨公投說明會十一號來到臺中 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 表示四個公投案 最讓他擔憂的是反萊豬進口 因為臺灣要走向世界 美臺 甚至有機會建立更緊密的雙邊貿易關係 美牛在政府的把關下 已經進口九年 沒道理拒絕美豬 引發世界各國的質疑 反美豬進口 更會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嚴重影響臺灣對外經貿的整體的布局 這是這一次我們公投最困難的議題 開放符合國際標準的美豬進來 我們也一樣會把關 行政院長蘇貞昌為政府能源政策辯護 認為在疫情之下 臺灣經濟穩定成長 正是需要用電的時候 能源轉型政策中 三階是關鍵的一步 至於閒置多年的核四 絕對不能重啟 安全穩定性方面 經不起考驗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站台宣講 強調為了保護桃園沿岸的藻礁 已開出兩千四百張罰單 絕對不會因為能源政策破壞生態 請民眾放心 四項公投案 十八號就要投票 正反雙方 把握時間 尋求民意支持 記者 民風 台中報導 而國民黨方面 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戰鬥欄發起人 趙少康齊聚立法院外宣講 請北市長侯友宜未出席 趙少康緩夾說 重啟核四議題 對侯友宜比較為難 至於馬前總統 被問到核廢料的處理問題時回應 高端核廢可以放在燃料水池十五年 再改成干涉的竹槽 都是可行的方向 公投最後倒數 國民黨十一號 週六下午舉行六都說明會 壓軸場 號召支持群眾戰鬥欄 四個公投案都要投下同意票 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戰鬥欄發起人趙少康齊聚在立法院外宣講 但獨缺新北市長侯友宜的聲音 為了新北市的核一核二廠陸續進入廚藝階段 不過關鍵核廢料還是沒有辦法取出 被反核團體視為無處可放 趙少康為侯友宜緩夾 可以理解他身為新北市長的為難 如果重啟核四核廢料 會不會永存新北市 馬英九沒有正面回應強調高階核廢可放在燃料水池十五年 再改成乾式儲存設施已是可行的方向 記者黃燕鑫秋福財臺北報導 尼加拉瓜宣布與我國斷交後 隨即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引發國際的關注 美國白宮犯人沙齊除了批評尼國的當權者 讓他們人民失去臺灣這個可靠的民主夥伴 鼓勵所有的民主國家 擴大於臺灣來 臺灣來往來 而美國眾議院外委會的主席米克斯也宣布 將在一月率團訪問臺灣 就算中國施壓也不會取消 尼加拉瓜宣布與我國斷交路透社報導 形容這對美國是一項打擊 白宮發言人沙齊批評尼國的當權者 讓他們人民失去臺灣這個可靠的民主夥伴 鼓勵所有的民主國家擴大於臺灣往來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米克斯也宣布 將在一月率團訪問臺灣 就算中國施壓也不會取消 此外 颱虹關係也被關注 路透社報導 宏多拉私心政府團隊指出 會維持與臺灣的關係 但未來仍可能轉額承認中國 臺犯關係也面臨中國的壓力 傳出教廷要求先在北京設使館 雙方仍在角力 至於尼國與臺斷交隨後卻宣布授予我前大使 吳敬木 尼加拉瓜國籍 還肯定他增進臺尼的情誼 而且斷交的時間點就選在美國總統拜登 召開民主峰會之際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以預錄影片的方式出席 與世界分享臺灣成功的民主經驗 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也出席民主峰會 並與美國總統拜登線上同框 強調很榮幸代表熱愛民主的臺灣人民參與會議 拜登也呼籲各國領導人共同捍衛民主 隨著入冬後歐美各國疫情又逐漸升溫 加上新型變異株 Omicron在各國蔓延 德國法國部分的大城市醫院都出現重症病房滿載 醫療體系接近崩潰 全球護士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 在觀察接種疫苗數據後 美國跟英國現在都認為 能增加對新病毒的防護力 呼籲民眾施打追加劑疫苗 隨著入冬氣溫降低之後 歐美各國疫情又逐漸升溫 加上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在各國蔓延 除了德國柏林法國馬賽的許多醫院 重症病房以及一味難求 必須將患者轉接到其他醫院之外 就連全球護士短缺的問題 也越來越嚴重 國際護理協會統計 目前全球至少短缺 1800萬名護理師 美國疫情開始逐漸增重 每星期的平均新增病例 跟死亡人數也有上升趨勢 但在觀察接種追加劑疫苗 的數據後 現在美國跟英國認為施打追加劑疫苗 能夠增加對新病毒的防護力 因此敦促民眾施打追加劑 而為了敦促民眾接種疫苗 非洲國家向陽海岸 從十號開始展開了為期十天的疫苗接種活動 只是紐西蘭卻出現了有民眾 已收取他人的委託費用 代替委託人前往接種疫苗 短短一天已經打了實際疫苗 引發衛生當局 有心會成為防疫的破口 已進入調查 黎巴嫩當地十號晚間 南部港口城市泰爾一處 巴勒斯坦的難民營內 存放著治療新冠患者的氧氣 統倉庫突然發生爆炸 或是還疑似延燒 武裝組織的軍火庫 導致爆炸加劇至少造成十二人受傷 隨著遠處傳來的爆炸聲不斷 通紅的火光照亮夜空 黎巴嫩當地十號晚間 南部港口城市泰爾的一處 巴勒斯坦難民營內突然發生爆炸 外媒報導當時是存放治療 新冠患者氧氣筒的倉庫突然爆炸 火勢疑似還延少一間 武裝組織哈馬斯掌控 有儲存軍火的清真室 因此後續不斷傳出爆炸聲 造成至少十二人受傷 而交護車跟消防人員 也緊急趕到現場 在運傷者送往醫院 由於黎巴嫩境內的部分難民營 受到武裝組織掌控 黎巴嫩政府按照慣例 並不會進入這些營地 這次發生爆炸之後 當局派出軍隊封鎖區域 阻止民眾進出營地 而黎巴嫩南部的國家檢察官 也要求安全機構跟武器專家 檢察屬於哈馬斯的武器儲存地點 並且疏散爆炸周圍的區域 避免傷患增加 國人新聞陳盛秉 下週六就要舉行公投 第五場也是最後一場的 公投意見發表會 在公共電視舉行 而其中藻礁公投領銜人 潘仲正強調 觀塘不是三階唯一的方案 在政府可以轉彎卻不轉彎 反方民進黨立委洪燦漢 則強調這已經是最好的方案 而萊豬進口的議題 正方臺北市議員王洪威 兩國未開放萊牛進口 也沒被要求退出CPTPP 要求蔡政府不要誤導 更強調臺美貿易障礙 除了萊豬還有校園 非基改食品等其他項目 難道為了臺美關係 也要叫學生改吃基改食物嗎 要排除貿易貿易 貿易障礙我們就要開放萊豬的話 難道我們也因此要重新修法 讓基改食品進入校園嗎 我們的健康跟我們下一代的健康 到底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小柯醫師林應然擔任反方 批評國民黨開放萊牛 缺反萊豬 發起此公投式政治報復 並強調異心受體素有毒的說法 讓他難以接受 他使用毒性被認定是來劑一百倍的 沙丁鞍醇治療氣喘 難道他在謀殺病患嗎 在藻礁公投的說明會上 領先人潘仲正在第一輪發言時 表達對眾人的感謝 包括現在已在對立方的人 感謝他們過去證明官堂 不是三階的唯一方案 而反方民進黨立委洪燊和重申 三階一退再退 已是最好方案 鄭文燦市長曾經對經濟部高層表示 接收站和高原電廠 不能通通給我 我只能接受一個 這句話也證實了官堂 真的不是三階唯一的方案 三階政策上 其實有許多次是可以轉彎 卻不轉彎的證據 如果不是已經理解到藻礁的價值 為什麼我們要全力留下 完整超間代的藻礁 再要盡力的 閃避海底下面的藻礁礁體呢 我認為這已經是當下最好的方案了 在第二輪發言 潘中正再次指證 藻礁遭鐵架插入破壞 他們替不會說話的藻礁跟生物站出來 反方洪生漢指出 站橋落敦於礁體從未隱瞞 而反方不斷說三階毀滅藻礁 或說讓其慢性死亡 根本離事實太遠 記者們郭俊玲台北報導 公投另外兩案也舉行意見發表會 包括第十七案的核四是否重啟 雙方針對斷層和廢料還評等議題 互相交鋒 還有與第十九案的公投綁大選議題 由正方國民黨副發言人楊指斗 對上民進黨立委管碧琳 您是否同意核四起風商轉發電 公投領先人黃世修五度登場 對上反方臺北市議員邱威傑 黃世修拿出塑膠道具匕首 諷刺對手即將要收的電價斷層和廢料等問題 都苦無證據 並再次駁斥反方對於核四地震值的 預測太誇大 2G以上加速度是什麼概念 大概等同把整座核四場放在雲霄 飛車的U型軌道上衝 七級地震大概是0.4G 如果發生在北海岸 臺北市和新北市先毀一半 對核四場卻只是基本中的基本 反方邱威傑指出不只學者 連臺電都覺得地質要重新調查 才能釐清風險 核四的環評 邱威傑批評當年油原能會審查強行通過 若要重啟英油環保署重新審查 更批核四蓋了二十年無法發電 針對公投榜大選 公投才會是主角真正實踐人民做主 公投不榜大選通過以及沉案的機率非常渺茫 民進黨想要沒收公投可以直接說 直接告訴百姓你不演了你就是想要沒收 不用官民免彈簧 正方強調公投榜大選一定比單獨半審前 若不榜要花兩次成本 但反方指出根據估算榜一起每四年 要增加十五點四億元 至於投票率 正方堅持榜一起投票率才會高 議題也不會被沖淡 反方認為影響投票率的是議題本身 榜一起會大亂 記者們郭俊林臺北報導 臺鐵近三個月發生九起事故 交通部長王國才二度召開會議 要求臺鐵主管群務必落實改革 而對於臺鐵在東部等相對偏遠的地區 人才流失問題 王國才要求臺鐵提出解決的方案 嚴領加急來獎勵員工 避免員工不斷地請調離開淪為訓練所 這個月一號臺鐵二零七次太魯閣號 在行經大裡到浮隆間遭鋼軌裝敲擊 車頭玻璃被砸到爆裂 插鐵釀成太魯閣花蓮事故翻版 交通部長王國才要求撤換 臺鐵公務處長以及宜蘭段段長 近期也兩度召開會議 要求臺鐵務必落實安全改革 王國才表示臺鐵已經一百三十四年 現在又是穿衣改衣非常不容易 要求臺鐵主管朝四大面向努力 包含落實工地管理 老舊設備更新 在鞭破工程導入優良廠商 另外營營宜花東等相對偏遠地區 人才留任意願偏低 檢查員和監工 申請轉調比率高 造成人力出現斷層 與工作銜接不易 已經要求臺鐵提出偏遠加擊制度 臺鐵企業公會表示 勒金交通部 對偏遠地區給予加擊 目前確實偏遠地區人力流失嚴重 導致第一線多半為新進員工 但對於交通部朝公司化方向改革 企業公會依然持反對態度 認為應該先解決資產負債等問題 並且多多和基層溝通 記者消防組台報導 高雄輕軌C17到C20站 即將在下週四進行試營運 不過因為這一段緊鄰臺鐵車站 考量救災還有避難需求 和之前的車站不同 沒有鋪草皮 改為水泥鋪面 又加上彩繪地景 最近常有民眾誤闖 警方表示 目前是宣導勸離 通車後最高可罰七千五百元 空派鏡頭下 高雄輕軌旁彩繪上各種顏色 幾何色塊拼湊成美麗地景 也吸引民眾注意 這裡是尚未通車的C20美術館站 但卻常有人直接闖入軌道區散步 跑步和騎腳踏車 不知道啊 我看這裡有路人過 我就過了 這個啦 高雄輕軌第二階段C17到C20站已完成旅刊 即將在16號展開試營運 不過其中C18和C20緊鄰台鐵車站 基於台鐵救災避難需求 和以往軌道上鋪草皮不同 改用水泥鋪面 也因為和綠原道不相融合 接運局增加彩繪 改變單調色系 卻也造成民眾誤會將軌道當成走道 警方提早加強宣導 通車後違規 最高可處罰七千五百元 會覺得好像是可以在這裡拍照啊 或是說比較一個很 比較親近的一個圖樣 對啊 所以就是可能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就要變成說 宣導的部分可以再做加強 目前是說先依勸導為主啊 等12月16號正式通車之後 C17到C20站通車後 高雄輕軌營運路線全長14.7公里 增加到26站 將竄起博二和美術館園區 但從第一階段通車至今 差狀狀況層出不窮 以今年為例已發生十一起 違規民眾不但會接到罰單 還得面臨輕軌列車損害求償 警方提醒民眾注意耗志千萬別亂闖 每年十一月曼苗捕撈季開始 今年狀況是欠佳 累計補料量約二十五公斤 比起去年同期大幅銳減 漁民跟養殖業是叫鼓連天 學者指出隨著洋流變化 曼苗抵臺的時間也會不同 主要觀察期十一月底到冬至前後 才能斷定 因應花蓮宜蘭不同捕撈環境 花蓮補蠻苗漁民要準備兩種不同網架 不過蠻苗補撈季過了一個多月 補撈數量仍相當稀少 順著黑潮洋流抵達台灣的蠻苗 每年十一月開始 宜蘭花蓮和台東 以及屏東和災疫等地 陸續都能捕撈到蠻苗 為期約四個月 但據統計 目前捕撈量約二十五公斤 養殖業者感嘆 本季情況不樂觀 台大漁業所韓玉山教授表示 隨著海流變化 每年滿秒抵達時間不同 今年看來稍晚數量也較少 但主要觀察時間 落在冬至前後 也就是十二月底時的狀況 到時才能下定論 記者溫家凱 李淑然孟昭全綜合報導 明年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及東北部天氣轉涼 而且有局部短暫陣雨 最冷的時間點是十三號的晚間 到十四號的清晨 氣溫恐下探到十五度左右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有局地區基隆 台北新北桃園新竹 十八到二十二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十五到二十五度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十六到二十七度 宜蘭花蓮台東十八到二十五度 外島澎湖金門十四到二十三度 明年的空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中部雲嘉南都是普通 竹苗為良好 高頻為敏感 宜蘭花東澎湖是良好 馬祖金門是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重運時間 我們再會 竹苗 龍花東澎湖 很容易 在下قد中 很高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